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片七部的《笑声望新闻尋找BNO早家移民的故事》节目系列 今节有我许柳山 和我们新西兰 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香煲 再加上曬晒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一下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惨了 现在看到BNO女士一觉醒来 可能很多遗劳的谷又会传透这个消息 你怎样都会掩抹不住 因为BBC都大事报道 由今年的4月开始数以百万计的英国家庭 将要付更高税额的简称市政税 即是他们经常说的Council Tax 来帮助不同地方的议会 达到收支平衡 都很保守 都要付的了 没什么币的 人生有三样东西避不开 就是生、死和碎 只不过英国的碎方面 就不是湿湿碎 不是的 很刺激 刺激到什么 腿都没得夹着了 麻痹了 我们要看这些BBC的报道 那些折骨眼 是非常阴湿的 即是说 哎呀一家里 都是希望收支平衡 没以为我们就好好赚 可能你见到市议会的人 就走出来 就像肥头鱼 整个大妈那些人 怎样怎样 不是的 慢慢紧的 这样也行 慢慢紧 不过也要付的了 在英国 可以说得上百物腾贵 通质这么厉害 也因此而导致 市政府的运作成本增加 所以也要加税 是合理的 你说要加税 加了之后 要合理才行 我们稍后去拆解一下 那个council tax背后 是包了些什么 你给了些税 市会有什么要做 到时做得好吗 你都知道了 填债而已 填铅而已 你管做多些事吗 不要 香港西客知道 在英国 还原给大家看 将最西的一面 因为他们要做西人 西口西面 全部就是西方社会 要表露无谓 再说回 大概四分之三 有这些地方议会计划 将他们的税提高5% 可能到时就说 小小的 5%很少 对于张坚庭 或者会出来说这些类似的话 别介意了 张大导演 比较负贵一点 5% 10% 没所谓的 对于他们真的很湿碎 但是其他 最低工资的那些 B&O 那些真是没喝过 就像在黑衣盆里拿饭吃一样 也不是拿不着 是滑的 他们的黑衣盆里 只剩下几粒米 面团也没钱了 对了 在盆底里炒 很惨 还有他们之前还说 最低工资会加工资 本来就很开心 哎呀 加工资不久就立刻挖走 这些是什么政府来的 暂时他们还没说这些说话 再说回 可能他们有不同的物业 或者其他不同的东西为例 例如如Brandy的物业为例 居民的账单平均每年就会增加 大概是100英镑 算一算数吧 100英镑 多不多少不少呢 你要幻想一下 100英镑是怎样算呢 他们这班人暂时来说 多数我看到最低工资的什么仓 一抛出来就像你在大排当吃猪脚 或者什么时候 就抠完骨头 然后一飞 飞到地上 整群流浪的野狗就跑一只 咬 那种工资 最低工资的工资 大概我看到是10磅 一个小时 已经是大家搶着去抢 那些 那种工资 那么辛苦 又要駕铲车 又要搬一下货 写出来 很轻松的 不用担心 那他们会这样写的 很轻松 你想想 你这样的工作环境下 10个小时 想想也很辛苦 很辛苦 当然了 那么容易做吗 当然了 这些英国政府 就很厉害 玩这些语言艺术 还有邪猫味的 还说政府方面 已经呼吁地方议会 考虑一下 如果加税的话 会对当地的居民造成财务压力的 没计算的 其实你也想去加的了 你搞定了 你就可以不用做丸霸弊 不计算的 不过 议会们就斜抹 不是的 我们别无选择 才是这样的 如果不提供 很惨 不加多些税的话 怎么能够见到 维持服务呢 对啊 对啊 那又好像有些道理了 不过又倒转了 如果现在 他们的议划财务 加了之后 万一大吉利时 又有什么罢工 牵涉到下去呢 又是麻烦的 有可能的 就是那个恶性随环会出现的 我绝对会呀 你加了议划财务 在议划里工作的人 又会提出 加薪 好耶 加税 谁不知加薪的议划财务 可能追不上议划财务 甚至乎 不能加薪 这样就大小了 又打击市政府的士气 即是你说收资平衡而已 其实他已经包了底了 到时你再说 什么加薪 没有啊 都是说收资平衡而已 没有啊 钱袒而已 哎呀 搞错啊 那我们说少议划财务 包了些什么 因为不同的地方服务 都是由市政府那里 那些议划财务 来到议划财务 例如警察 消防 他们的人工就是这样来的 或者有些 他们很喜欢 那些很大 很漂亮的公园 就是 也是议划财务 去玩多些 玩烂它 还是怎样 是啊 尽情享受 对啊 这些被你打卡 被你拍照 小孩子 这些环境啊 给我钱啊 真的很开心啊 自由空气啊 对啊 不用钱啊 给多些议划财务 玩多些 对啊 不用钱啊 比如那些 他们又约上去打羽毛球 又说这里真是英国被人做运动的地方 不用像香港那些体育馆那些 你这么喜欢就去饱它了 你们有份 夹钱的 还有图书馆 也是他们最喜爱的 或者叫最主要去英国的目的就是一些教育的服务 而且呢 另一些 就经常都会看到的 跟他们都叫做物以累赘 就是垃圾 和这些废物收集 就是堵垃圾 什么床褥 什么家具 那些 如果看到那个council tax 现在说要加了 万一大吉利是 我觉得最容易出事的位置 就是这些 堵垃圾 或者 开垃圾车的那些 那些人 我都怕他们到时候说什么 不要搞错 我们这么辛苦 多了这些什么人 扔垃圾 加些人工也不行 罢工 那就麻烦了 有可能 这个council tax 你又加了我 但是 这些人 又不去开工 又要罢工 那就麻烦 其实跟着还有 有的 例如 运输 和公路的服务 街灯 清洁 或者整好一些马路去的那些 环境卫生 还有其他 当然就是 一般的政府的行政管理 登记一下 什么婚姻 死亡 出生 那些地方选举 哦 你濕性的 是 这些 这些都有一些 包罗万有 但是 现在都说了 收之平衡 不是 加人工 就对不起了 再加上 我们也看到 较早前 今个月的 2月1号 他们的星期三大罢工 连工务员都出了来 对于 现在 他们的 政府方面 就这样 串通完之后 就要加 council tax 我们刚才也说了 哎呀 真是惨惨 因为你经常跟别人说 哎呀不是 我们最低工资 都很够花了 很开心的 这样那样 但是你看到 问题是什么呢 你又要在你的盒子里再滑 就算当你很好用 为什么你 滑也有 为什么呢 通胀 已经在了 那些的能源账单 现在 又剪掉了 那个补贴了 又 变相会多了 你又 可以够花了 现在 council tax 又加了 你又说够花了 又说够 为什么呢 这个最低工资 变成无限工资 为什么 是这样的 很正常的 你永远都追不到这个数字 其实是 他们很厉害的 说到 最低工资 好像细胞分裂 那些钱 会一个变两个 就是加极又可以 你想想 最低工资是不会变的 因为那个数字是这样的 你大概只有10磅一小时 就10磅一小时 你做极 我想你当你 都是这么多钱的 你翻8个小时也好 还是怎么样也好 你只是 80磅一天 但是你看到其他 不断加 需要的钱 越来越多 但是 都是说够花 有没有这么厉害 有数得算 现在看到那些 叫做 流港L 哇 串到他们 就一动都没有 有些人还留言给他们 喂 你们是时候回香港了 哈哈哈哈 是的 回来吧 我觉得你回香港 就回香港了 之前说话 就不要这么大口气 现在如果想回香港的话 我觉得先整一段时间 不要上社交媒体 慢慢慢慢收拾世缘 静静地回香港了 好过继续留在英国了 好过继续留在英国了 你撑不住就真的不要留 我就觉得 是吧 当然了 有些特别黑人争的人 就继续在这里捏下去最好的 不要回来了 哈哈哈哈 是的 不过有些人都在那里吵的 你都知道 Biannoga那些 东南西客之道 又在那里坐在那里 哇 不是啦 其实我都发觉 整条街都是垃圾 人都清得不快 有很多都没人理 还是怎样的 是的 没办法了 香港 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效率呢 就是因为 给你们投诉得多 是的 不肯投诉 疯狂进程地投诉 是有你没你先投诉了 就算坏了也没有损失 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事实上 他们现在到英国又归宿 又不敢打电话去 还是他们不懂得说 也有可能的 语言也是其中一个问题 因此现在被人 狂踩了 他们对于 例如那些基建 或者设施 或者设施 还是怎样的 现在加多你两家 又在那里吵 你这样在那里吵 就被这些 叫做流港派 撿住你们来笑的 甚至乎 连大卓义都拿出来 哪里吵 还是怎样的 说到他上当年 夸张 对呀 将很多英国方面的 都变成私有化 但是 私有化之后 做得不好 如果私有化之后 又做得不好 就变成了 整个国家就很沦落 不过也没办法 在大卓义上当年 都可以说 叫做全球化时代 之前 他就推行这种 叫做私有化 他会有一种 这种的态度 就觉得 什么新自由主义 这些方式 是否叫做 还富于民 但是 你们那些 英国人 自己又不珍惜 冷散 然后 你再 这么冷散的时候 虽然 英国的AI 现在的行业 发展得不错 但是 大哥 冷散的人居多 是吗 很多国家都发展得不错 我事实上 不是只是英国的 还有 当中有多少 BNOGA 有资格进入这一行 才行的 没办法 再之后 你变成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很快就已经去了 Internet 电脑为主 你再 加上 例如 再崛起的 有Amazon比较先 然后 Facebook 可能有其他不同的 电子化 很多不同的 例如 银行方面 你 想着全球化 底下 有没有什么 可以做得到 谁知道 你又再 迟了一步 我们看到有很多 本来在英国 可以有自己生产的 你不行了 很多其他不同国家 都将生产线 搬到 例如 中国 东南亚 其他不同的地方 你 变成你自己 那个工厂 又开始 抹落了 虽然 你说不是呀 我们还有很多工厂的工 可以给我们做 还是怎样 哎呀 接着 就算 你有这个叫做工厂 给你做 时代 亦都要开始 淘汰 英国 为什么 你一揭不振 后来 亦都发展了 疫情的问题 延伸到 大家有些人 就会 work from home 毕竟 毕竟 你每次想着在那个时代的转变 就叫做吃下去 你铺铺都滑了脚 所以我都不太明白 那真是可憐 那些 B&O女孩还要跟着 要去这个地方 好 自由空气 这四个字 真是不知道 哪个人想出来 然后他们再引伸下去 又是什么 自由之水 自由什么 自由物物 这些 真是好 发展 这个才是最快 没有的 这个谎言 慢慢慢慢就会被 吃破 越来越多人 有些被骗了 真的去了英国 就慢慢回流 有些死都不肯 相信这个是一个 谎言 就继续留在英国 没问题的 另外有一部分人 他本身自己 是有钱的 你去哪里都无所谓 对不对 最惨是 那些没钱 其实 或者你自己对于一个国家 或者对于一个你想移民去的地方 一定要看通看斗一下 这个必须 那个地方 究竟是 怎样发展着 还有他们是 在整个全球化的大时代里面 他们在做的事 或者会不会影响到你 你 又不是 你要去做最低工资的 做一些很低 很低 很低层的 你要明白 如果这样 这只在食物链里面 最尾尾的那些 就像河马游泳的时候 在河里游泳 那些鱼在后面跟着他 原来就让他排泄出来 就吃他排泄出来的东西 你是这样的那种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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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种 吃人排泄物 那种 真的很惨 因为那些 吃海草 鱼 那些 那些 鱼就可以来吃 你要记住 因为你不是带着一大块钱去 带着一大块钱 像新卫城那些 那么有钱 那你就不害怕 对不对 一定要看回 整个英国的形势 已经不同了 对不对 最传统的自由市场 资本主义的理论 其实 虽然说一句 已经是过时 80年代的时候 已经看到 英国的那种社会主义 已经证明是过时 你还要中国投资的那些 不太明白 为什么英国现在的 Council Tax 也好 或者他们的制度 也好 一定要看一看 因为你在经济的层面来看 你是下游 或者下下下游 那些 很惨 好惨 真的很惨 真是惨 在这样的层面 看不清楚 就跑过去 或者被那些 叫做 读书 什么 公园 什么环境 什么卫天鹅鸭仔 就被这些 花婉 那些 哇 这些花还到 被这些 吸引过去 真是 没错 不如我们今节暂时讲到这里 大家有个兴趣我们日后再讲一下 现在英国的经济问题和不同的经济主义究竟是怎样玩 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